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前方套战 生活馆 小朋友 你好呀 欢迎来到我们的少儿经济学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个有趣的话题 做家务赚零花钱 从而了解收入和努力的关系 首先给大家先讲一个小故事 小明是个非常喜欢动手的孩子 一天他的妈妈告诉他 如果他能帮忙做一些加入 比如打扫房间 洗碗 收拾玩具 他就会给他一些零花钱作为回报 小明非常高兴 因为他既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还能赚到零花钱 于是小明开始做家务 他发现做家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打扫房间需要耐心 洗碗需要仔细 收拾玩具需要有条理 但是每当他看到干净整洁的房间 洗得光亮的碗 有序的玩具 他就会觉得非常满足 而当他得到妈妈给的零花钱时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济学原理 努力和收入的关系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 我们的收入是由我们的努力决定的 如果我们努力工作 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反之如果我们不努力 我们的收入就会减少 在小明的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理的体现 小明通过努力做家务 得到了他的收入零花钱 而他的零花钱的多少 取决于他做家务的多少 和做家务的好坏 但是这个原理并不仅仅适用于 做家务和赚零花钱 它也是用于我们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 比如如果我们在学习上付出足够的努力 我们就能得到好的成绩 如果我们在工作上付出足够的努力 我们就能得到提升和加薪 再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在一个古老的城市里住着两个小商人 一个叫做山姆 一个叫做比尔 他们都经营着各自的商店 山姆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商人 她每天都早早地开门 晚晚地关门 她不仅在店里忙碌 也会花时间去市场寻找最好的货物 还会研究顾客的需求 提供最好的服务 她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热爱 并且坚信 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比尔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商人 她每天都睡到自然醒 然后才开门 她对待工作的态度很随便 只要赚够了每天的生活费就行 她认为只要有点小聪明 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过得去 时间过去了 山姆的店铺越来越受欢迎 生意红火 收入也越来越多 而比尔的店铺 则生意惨淡 收入微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努力工作和收入是密切相关的 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 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 而那些选择懒散 只求过得去的人 最终只能得到微薄的收入 所以小朋友 记住 无论你在做什么 都要尽你最大的努力 因为你的努力会决定你的收入 这就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 当然我们也要明白 努力并不总是能立即得到回报 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才能看到结果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我们总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 你是不是对努力和收入的关系 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希望你能把这个原理 应用到你的生活中 无论你是在做家务 还是在学习 都要记住 你的努力会决定 你的收入 历史上的今天 在423年前的今天 也就是1600年12月31日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了 那一天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授权组建了世界第一家股份之公司 英国东印度公司 这是一个充满冒险和梦想的旅程的开始 当时 英国人想探索一个叫东印度的地方 寻找那里的香料 茶叶和丝绸等珍贵的物品 但那时候航海非常危险 经常遇到大风大浪和海盗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探险家们 不畏艰险 勇敢地踏上了这次冒险之旅 他们乘坐大船 带着地图和望远镜 穿越茫茫大海 在旅途中 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最终成功到达了东印度 在那里 他们与当地人交换物品 带回了许多珍贵的宝贝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探险故事 不仅仅是一次商业冒险 更是一段充满勇气和冒险精神的历史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和勇气 我们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探索未知的世界 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 他们不仅在东印度建立了贸易据点 还参与了当地的政治和军事事务 他们与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工作 共同创造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 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问题 有些人认为 他们的行为对当地的人们 造成了伤害和剥削 但也有许多人赞扬他们的勇气 和冒险精神 认为他们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探险家之一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了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 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AI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